这个小女孩有阴阳眼,她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丧东西 有一天,她在路上碰见了卖东西的留茄子 留茄子吓得落花而逃 那天,说服了夫妻哭得悲痛与绝 妻子责怪小女孩为什么没有看好弟弟 可小女孩却突然说,她看到是有个老婆婆把弟弟推下去的 她的父母根本不信 三更半夜,家里哪来的老婆婆 于是问她是哪个老婆婆 这时小女孩环顾四周,突然指向了奶奶的遗像 妻子心里已经,婆婆都死了好多年了 况且,她何必要害死自己的亲孙子 第二天,夫妻俩叫了医生过来 医生给小女孩做了一番检查,说没什么问题 只是受到了惊吓 可当医生刚离开,小女孩就说 妈妈,看她那个女孩好可怕 妻子问她什么女人 她就说,是一直掐着医生叔叔脖子的那个女人 头发长长的,眼睛红红的 回想起刚刚,医生一直在咳嗽,扯领带 脖子很不舒服的样子 夫妻俩几倍发凉 第二天,就请了道士来家里做法 这个道士原本是个骗子 一直以来装神弄鬼 想不到有一天真的碰见了鬼 她在小女孩家里摆上了几桌 嘴里念叨着各种咒语 心想,这一笔能赚个大的 正在她沾沾自喜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说 遗像里的奶奶看了道士一眼 道士心里一慌,强装镇定 这时小女孩突然一声惊叫 说奶奶正趴在道士叔叔的背上 道士吓得跳起 拿着木剑一顿左拼右砍,摔倒在地 奶奶的一笑这时正好掉了下来 落在道士身上 道士吓得屁股尿流地逃出了宅子 见此法不行,第二天天一亮 夫妻俩就带着孩子 来找算命的半瞎子 半瞎子不慌不忙地点上一炷香 说是很多人小时候 都会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长大了自然就忘记了 可夫妻俩等不了呀 问半瞎子 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 半瞎子见钱给足了 开口说道 可以去寺庙里做一场法事 去去鞋 这时小女孩突然笑了 半瞎子被吓得连忙喊 原来这个半瞎子跟县长夫人有一腿 并且一直瞒着死去的妻子 说着她被吓得心脏病发 当场去见儿媳了 此后小女孩在镇上名声远播 镇上的人可谓是闻风丧胆 觉得小女孩晦气 生怕地借信自己 给自己看出个鬼来 可高人听完却说 事情并非如此 这个小女孩拥有阴阳眼 可一眼看见人们身上的脏东西 这天来了一位得道高人 却说事情另有蹊跷 听完茶馆老板的话 高人不仅没有害怕 反倒把小女孩喊到她面前来 她问小女孩 有没有在她身上看的东西 高人听完之后 却笑着摸摸小女孩的头 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原来 这个小女孩的父母 一直重男轻女 有弟弟在的时候 爸妈都不会正眼看她一下 对弟弟照顾得无畏不至 好吃的也全都给弟弟 弟弟恃宠而骄 对姐姐很不客气 吃的也要独占 不愿和姐姐分享 更甚的是 弟弟只要一哭 就都是姐姐的错 这天 两个人追逐打闹 弟弟一不小心 把一个古董大花瓶砸碎了 父母不分青红皂白 对姐姐一番责骂 姐姐辩解了一下 却换来了更重的刑罚 于是姐姐因度生恨 在一天夜里 把弟弟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既担心被爸妈发现 又想引起爸妈的注意 于是 小女孩就想到了 看见鬼魂这一出 然后利用自己的观察 和平时听到的留言 竟然是大家都信以为真 所以 世上哪有蹊跷时 只一邪念在心间 做了坏事 鬼就进了心里 放心吧 没有鬼 有鬼 有鬼 鬼在这里 鬼在这里